是不是 这边第一年,再来 乘上一 两年 这个应该是 利率啊,这个应该是 负利计算 所以是 这个应该是 把它搬出来就好了 所以这公式的话,把它放到外面 一加上利率之后的几次方 所以这个地方改一下 打勾 OK 向下 理论上应该没有变 向右 所以你十年之后的话 就多了 大概 不过以现在的利率来看,应该都不算太高 除非说有一个利率 它可以多少 这样子 这样的话 我看一下 如果是这样的话 10年之后的话 50万 10年之后变成 没有看错了 不过现在应该没有这种东西 所以 不过有来一个 现在如果有有一个5%其实就已经不错了 5% 如果你有50万 你放个 一年之后 有2万 那如果说你要退休的话 不过现在也没有5%这种东西 以前还有5%可以 退休期 你有一笔钱 你可以退休了 但是现在的话 没有 现在 大概有2%就不错了 2%的 定存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 试试看 你刚刚放错位置 这个应该是把那个几次方放在刮户的外面 除了这个方式之外 还有一个是利用 用那个FV的函数 在那个 商务 我印象中好像在那个 应该是 财务方面的 有另外有一个是那个FV的函数 Future value 这一个 它的做法差不多 你的Rent 是你的利率 然后呢 你的 年期数是这个 PNT不用 所以控下来 然后呢 PV是指的是限值 限值的话呢 我们就是 现在有50万 但是你把这个前方的银行 所以记得要把它改成负数 那做出来的结果按确定 也会是 因为这个后面 把公式 先删掉 打勾一下 也是一样 但是你如果要向下 向右 也可以做出来的话 一样 你可以把B1 一样给锁起来 然后呢 把A A的部分锁起来 三列的部分锁起来 其实 如果 套用在那个 函数上面呢 也是OK的 所以向下 向右 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OK 做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 好吧 把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一下 请各位 试一下利用那个 定存的方式 那再来思考 就是VBA 一样的 OK 来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